最新的比赛,正在直播的2024年北爱尔兰公开赛,32强近16强的一场比赛 由我国的年轻小将马海龙对战克里斯沃克林 双方对战的第五局,马海龙的3比1已经率先取得了赛点,手握了三个赛点 而且现在场上此时的分数只剩粉黑两颗彩球,仅剩13分 而马海龙领先了17分,超了4分,需要一杆斯诺克 现在韦克林也没选择认输 这杆虽然说是吃到了中带的带脚,不过也没能露球 直接强行来切一下右上的顶带 没能切近也是直接给韦克林仰在了带口 直接顶库把粉球直接勾出来 这杆左下底带露了一杆长台的进攻机会 直接来推吧,推不进的话也能仰在带口 还是选择正打把粉球翻上来 来利用黑球做上了一点牵制 也没问题啊 马海龙领是03年出生于我国的年轻小匠,当前的世界排名在第80位 而克里斯韦克林呢是92年出生于英格兰,当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2位 两人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比较大 这场也是属于暴冷局啊 底后把粉球勾走 打了一个几包的小包便啊 两人打的都非常的谨慎 一个三库翻中的线路 还是差一点啊 还是差一点啊 又是一个上下分 还是一个正打把红球三到四库翻下来 这个暗想藏在黑球的身后 但是力度轻了一点点 这个暗的话真的是漏了呀 漏了一个左上顶带的长台进攻机会 来看一下马海龙的这干长台准度 打的有点太薄了呀 没能打进 没能打进 感谢观看 这看右上顶带还是可以来切呀 这个真的是有点尴尬了呀 直接晃带口堵在了带口 这个应该不太好抠了 还是需要顶库一库来勾走 哦 这个没能勾到直接 那被罚6分 直接选择人输了 恭喜马海洛 能拿下双方对战的第五角 以4比1竞技到了 北爱尔兰公开赛的16强